李委員請 我們預算法第70條的哪一項 應該是說在 這一次的 應該是在第三 第三款 第三款的地方 沒錯 那如果是第三款的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這一次的第二預備金 使用的部分 到底是誰發動的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是 誰發動的就好 因為我還沒問問題 誰發動的 是衛福部發動的嗎 應該是說 衛福部在 這個整個的計畫之下 那要擴大他的 儲備的量 那就不是第三款 你剛剛先回答的是說 是第三款的部分 所以我的問題是說 第二預備金 這一次動用的部分 你花了一億三千八百 一十二點六萬的部分 這部分的錢是誰發動的 是衛福部發動的嗎 還是 還是國安會發動的 還是是誰發動 因為你既然講說 正式臨時需要 你剛剛講擴大 擴大是講說 你的第一款的部分 你的經費不足 或者是增加 業務量 那就跟你講 剛剛前面回答 第三款的部分是不一樣嗎 到底是哪一個 應該是說 衛福部 那在提這個全動法 都要對這一些 所以你說第二預備金的部分 是正式臨時需要 你的正式臨時需要是什麼 什麼事件是正式臨時需要 因為我們要擴大 它的儲備的量 所以這是 原來我們準備的都是 差不多 好 那個部長 我請教你 你知道 你知道這一次的第二預備金 用在這個藥劑的部分 是高達一億三千多萬 三千八百萬 你知道這件事情還是不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 好 那你剛才的回答呢 你剛才的回答的部分呢 我現在要跟你講說 你的不管是法律依據也好 或實際上面的情形都不一樣 我先跟你講就是說 制藥工業講說啊 制藥工業講說是國防部 啟動戰備藥物大量採購 跟你講說是 衛福部發動的 你要擴大你的業務量 也不一樣 所以到底實際上面的情形 是怎麼樣的 還是說實際上面的情形 是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拿了去 用掉第二預備金 我可以把事情的 你只要告訴我說 為什麼它是第三款的情形 第三款有它的規定嘛 第三款剛才不是跟你講說是 正式臨時需要嗎 這個所謂的正式臨時需要 是什麼 我們必須要看後面的 必須增加計畫給予 這個經費的時候 也就是說我們原來的規劃 這是在你的第七十條的 哪一款用你現在講的 第三款的後段 沒有沒有我現在問你就是說 你必須要增加計畫 它的前提是正式臨時需要啊 你也學法律 你不能夠隨時把裡面的用語 把它戳掉啊 我沒有戳掉 對那我就請教你正式臨時需要是什麼東西 對啊就是我們在準備這些全民動員的準備的時候 我們發現說 所以台灣現在是要從你的估計來講 所以發動者是衛福部跟國防部沒有關係 那什麼時候發動 當然是有關係 你什麼時候發動的 當然是有關係 什麼時候發動的 跨部會來大家討論出來的 好那為什麼他不是在年度預算裡面 啊因為是今年在討論的時候覺得說 所以是一百一十二年 所以你的答案是一百一十二年 答案是一百一十二年 應該是在去年啦 去年是一百一十一年 今年是一百一十二年 年度的預算已經編列出去了 所以我們認為說是在今年的時候 如果要準備的時候 可能要準備到十萬人 好那他的急迫性在哪裡 急迫性在哪裡 因為你的法條裡面規定 有臨時需要 這個急迫性在哪裡 因為這是全民動員的準備 所以本來這個就是要先備好在那裡 所以他沒有急迫性 也就是說現在沒有急迫性 但是你沒有按照這個預算法的規定去編列 那這個決定最後決定是誰呢 是誰決定是誰拍板定案的 那這當然就是跨部會大家討論出來 由衛福部負責來啟動這個事情 好所以跟國防部一點關係都沒有 沒有關係因為在 好那我請教一下 如果單純是衛福部跟國防部一點關係都沒有的話 為什麼在你的一百一十年度 第二預備金動用情形的裡面 而且用語都一樣喔 我們看到衛福部 衛福部裡面提到 你是為了要增購外商用的戰略物資 所需的經費 那這個為什麼不會是 如果說你今年一定要用 一百一十二年已經過的話 簡單來講的話 如果不是有急迫性的話 你應該編在總預算裡面啊 那我們看到教育部 教育部也編了 教育部也編了 所以要增購外商用 戰略物資所需經費 完全一模一樣的用語 我們在看到 我們在看到 這個國防部 國防部的用語 同樣為增購外商用 戰略物資所需經費 既然是衛福部的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相關部費 還有輔導會 輔導會也是要增購外商用的 戰略物資所需經費 用語完全一模一樣 編了費用 一億 不是 它不是編而已 它是使用掉的總計是 一億三千八百一十二 六萬元 另外一個我請教你 你回答不出來 因為你剛剛答案 彼此之間衝突 我請教你就說 你沒有提到你的 這個醫療物資的評估呢 是按照十萬人份的 醫療物資的評估 十萬人怎麼來的 十萬人是一個推估 如果萬一有這個戰爭發生的時候 傷亡 是不是 需要有這樣子 是傷亡的情形嗎 傷 傷 傷亡的情形 那這些缺要的原因 是誰說了算 當然是一個推估 誰說了算 誰推估的嗎 是國防部推估的 國安會推估的 衛福部推估的 還是教育部推估的 所以教育部編的是講說 我們十六歲的動員的這個 這些的年輕的學子 他們所需要的醫療費用嗎 我要說明一下 你剛剛提到國防部 衛福部 教育部退估會 這個指的是醫院 是醫院 為 教育部有醫院 有 那台大 城大 洋大 這個都是教育部主管的醫院 對 那退估會就是幾個 農民總醫院 以及人民醫院 那國防部就是 那個 那為什麼不是衛福部編了之後 然後你配發到各個醫院呢 為什麼會是在他們各個部會的 之下 然後去用這樣的用藥呢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這樣 我們提出計畫 然後各個相關的部會 自己就要去編列預算 因為跨 什麼叫自己編列預算 這是你去動用第二預備 不是他去編列預算 你編列預算的話 你應該要再 做申請 那 那還是各個醫院 各個部 不是你這個是使用 這個是因為製藥工業講說 就是因為你這樣子 你跟民間搶藥 所以才會有這個這個缺藥的原因 所以你是講說製藥工 製藥工會講的是錯的 是不是 這兩個應該沒有直接的相關 因為他的品項是不太一樣的 也就是我們之前在談缺藥的那些 那從你的角度上面來講 這個備藥是符合剛才 預算法第七十條是說要戰爭了嗎 不是說一定要戰爭 就是要準備 要準備戰爭 要準備萬一有戰爭的時候 要準備戰爭發生的時候 人民受到這樣損害的時候 有藥可以用 但是不一定是戰爭 因為在在 拜託那個那個那個 部長 您剛前面因為您的回答都不一致 可不可以拜託會後 把你真正的原因 一致的內容 可以寫出來 可以嗎 好 謝謝